北檢還有檢察官 不要把力氣放在政治鬥爭上面 應該要花點 真正的人力物力在民眾關心的這些案子 北檢有很多很政治的檢察官 我也不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今天對北檢檢察官喊話 對法務部長政部長喊話 也對賴總統喊話 只要你們 北檢真的開始辦 我們剛剛提到那兩個案子 一個是超市集團案 一個是NCC前委員居民指控案 只要你們真的辦這兩個案子 我就認為你們不是東廠 北檢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 花了三天三夜時間訊問柯文哲 請問其他的民眾更關注的案子呢 都沒有辦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超市雞蛋案 一年了 最近監察院已經舉出 有個報告出來了 五大缺失超市雞蛋案 都是印證當時輿論所質疑的 請問北檢有辦嗎 沒有 檢大長有下來開專案會議嗎 再一個例子 一個月前 七月三十一號 有兩個卸任的NCC委員 據名舉報 他們在NCC委員任內看到了 有正媒集團 去喬政府人士 介入土地開發 據名舉報 那時候我就兩天我就在你這個中天就講了 請問北檢有沒有辦 到現在還沒辦 檢大長你有沒有開專案會議來得查 也沒有 那你說這個介入政府土地開發 跟超市雞蛋的這個弊案 難道是小事情嗎 所以我只能說 北檢還有檢大官 不要把力氣放在政治鬥爭上面 應該要花點真正的這個人力物力 在民眾關心的這些案子 請問我們剛剛提到的超市雞蛋案 你辦了嗎 NCC委員據名指控 就是把中天給關台的那兩個NCC委員 據名指控說有政府在喬 媒體跟政府勾結 在喬人士跟土地開發 你辦了嗎 都沒有辦啊 那你這樣檢察官怎麼 這個北檢還有整個檢查系統 怎麼能夠服眾呢 那賴清德總統說要不分黨派 有證據就辦 這個話你們不是在打臉賴清德總統嗎 北檢有很多很政治的檢察官 我也不想一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今天對北檢檢察長喊話 對法務部長政部長喊話 也對賴總統喊話 只要你們 北檢真的開始辦 我們剛剛提到那兩個案子 一個是超市雞蛋案 一個是這個NCC前委員 據名指控案 只要你們真的辦這兩個案子 我就認為你們不是東廠 如果你們都不辦 只辦柯文哲 辦鄭文燦這個黨內政敵 未來可能也要辦 藍營的其他的政敵 你們就是東廠 如果你不辦超市雞蛋案 跟NCC委員據名舉報 綠營政府跟綠色媒體勾結 土地開發弊案 你們就是東廠 OK 好 所以就是看這個北檢 你們接下來辦不辦 照我這一個月來 北檢應該會就裝農作養 裝農作養 對 旭成雄也是對北檢喊話 就是希望北檢能夠 真的去辦這些 讓國人知道你們不是東廠 你們不是鷹犬 你們是正派的檢察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